民眾黨的總統參選柯文哲 目前的聲勢可以說是極起直追 不過其實如果在大選上 還是有些隱憂的 像這個世大教授取照想 他自己也說 柯文哲的問題在於說 其實如果立委選戰起跑的話 一定都會影響到他 以賴清德為例 他現在下想跑得非常的勤代表 民進黨是正在綁裝的 要打組織戰得先穩住民進黨基本盤的 所以最後階段才能在於 侯友與柯文哲決戰 但是民眾黨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 這是雖然有立委參選人 但是數量少知名度也定 因為民眾黨最大的招牌 當然這是柯文哲自己了 所以缺乏黨的組織援助 也缺乏經費的前提 民眾黨在立委選舉上 真的是比較吃虧的 那如何成為有效的第三黨 是否成為有效的第三黨 目前是還很難定論的 一般都要看連三屆的立委選舉 如果得票率跟立委席次 都可以穩定增加的話 那民眾黨想要成為臺灣的第三大黨 當然是沒問題的 這表示說現在這個第三黨 才有辦法存活下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